10 second is remaining 中方也是受到关注比较多的一场比赛 可以说你们这场比赛咱们BP见得稍微晚了一点点 但是这并不能阻拦我打广告的决心 那咱们来广告一发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直播欢迎订阅收藏 大赏给我 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加Q群 可以探讨一下菠菜的 如果喜欢菠菜的话可以聊一聊菠菜的事情 一起在天台吹一吹凉爽的晚风 也欢迎大家关注微博和Q群 随时了解第一手的直播的通知和预告 好赶紧进比赛来看最后一手的奔选 BP这场比赛拿出的沙王术士黑弦虚空 这样是一号位的虚空 五号位术士四号位沙王三号位黑弦 老飞翁则是在第四手掏出了一个变体精灵 第二手就直接拿出了一个DP 由于DP这个英雄肯定是打中单 DP这个英雄在别的位置上都非常的 不适合 他不存在去打酱油的一个可能性 基本上 所以这个英雄现在的一个定位就肯定是中单 那么水人这个英雄呢 是存在一个三号位罚站水的可能性 但是我个人不认为小树童会拿罚站水 这场比赛是给剑来拿了一个潮汐出来 潮汐这个英雄其实不是特别符合小树童的 过往的一个游戏经验和经历 那么最后一手扳掉了对方中单位置 诺万的一个火猫 而是放出了 双方这场比赛很有意思 都是放了龙旗这个英雄 但是都没有选 这个包龙王和诺万 依我一直在说 他的这个龙旗也是相当相当的强势 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从老肥羊的这个阵容来看的话 多少有一点偏中后期的感觉 就这个阵容的核心发力期应该是在30分钟以后 中前期的作战能力其实也是可以的 因为对方这场比赛拿了一个术士 拿了术这个英雄就注定这场比赛 VP这种前期是缺输出的 而他们的一号位虚空和三号位黑贤 也并不能够在前期提供一个足够好的输出能力 VP这场比赛的最后一手的中单位置 如果再补一个龙旗的话 那就真的是没有输出 但是很肉 很肉这个阵容 VP这场比赛的一个核心装 应该是大哥们的BKB 黑贤这个点不太适合做BKB 术士这个点的存在对于老肥羊来说 有一些压力 有一些压力但不会太大 这场比赛由于老肥羊是扳掉了火枪这个英雄 在第三四手看到对方拿虚空以后果断是扳了火枪 所以这样的话VP在中单位置上的选择就不是那么好拿人了 他说DDC拉比克打得好吗 这么说吧 DDC这个选手没有他不会打的五号位英雄 所有能够拿出来的五号位英雄 他都会打 而且打得都不错 DDC的拉比克在早期 算是中国比较有名的一个拉比克 可以说 观众问Q哥二群的群号是什么 二群在屏幕右下角都有啊 他说TI结束后多长时间有比赛 TI结束以后多长时间有比赛我也不知道 因为所有的比赛安排都要给TI让路 而且TI结束以后是很长的一个转会期窗口 那么这个时候很多队伍都会借此机会 有的队伍可能因为有的队伍可能在TI以后会解散啊 重组啊 然后大规模的更换人员啊等等 所以这段时间是这个战队的经理 战队的经理还有老板比较忙碌的一段时间 那么队员呢 应该更多的还是去进行一个 寻找自己比较合适的这个下肩啊 或者是继续去磨合自己整支队伍的一个状态 另外就拿了名次 比较好名次的这个队伍呢 应该也是去出去放松休个假什么的 所以应该短时间内不会有比赛 这场比赛从双方前期这个阵容的作战能力来说呢 VP在最后一手给拉米西斯拿出了一个熊战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no one的中单虚空 中单的虚空去配熊战的一号位 然后再加上杀王这个点 其实是可以打的 杀王这个一种虽然说他的这个大跳穿三连 很难去跟虚空这个进行一个衔接 但是杀王可以抛弃自己的这个 就如果虚空大众足够多的人 或者足够重要的人 杀王可以开始大招跳进去 就拿一个跳刀直接跳进去也是没问题的 因为跳刀跳进去以后 你会被定在你跳的那个目标点上 但是你大招的效果还是在的 这场比赛拉米西斯的一个熊战 拉米西斯的一个熊战 这场比赛发挥的一个空间 如果在上路跟对方刚三的话 这个空间还是不错的 土猫这个点前期比较脆 而且他的滚会被对方的这个 就是滚特别容易被杀王找到机会 直接去一个穿刺留住 老飞翔这场比赛是拿出了一个 整体色调是一个绿色的一个色调 阿福的土猫这里应该是自己来上路 先吃一会经验 吃一会经验不要浪费了 小树桶赶紧去往上路去赶 那么下路的这个兵线的经验呢 应该是可以吃上 水柔去下路去对对方的黑钱的话 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小的 我刚才看到咱们有观众说这个管这个拉米西斯叫拉米雷斯 还有叫这个666的朋友 跟大家说一下 他这个名字就是念出来就是拉米西斯 但不是英文 就是就是英译中文过来就是叫拉米西斯 但他不是这个英语 然后他好像是一个埃及法老的名字 是埃及好像是个埃及法老的名字 没记错的话 这里上路朝西 朝西还是被VP这里拿到了一个一血 这样的话VP再过来追一波阿福的土猫 阿福的土猫这也是 阿福也被对方打成一个残血 是法老王 所以说有的时候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观众还专门吐槽过我这个发音 说我管人叫拉米西斯觉得我念的这个完全不对 听起来很难受 这个可能就跟这个平时住着这个大别野的人是一样的 住着大别野 然后这个直垮子弟 住着大别野的直垮子弟是一样的 看一下中路的这个沙王 游走过来以后呢 没有找到机会 虚空这波也是被对方不断的在消耗 虚空由于前期啊 这个时间漫游这个技能的CD过长 所以面对这种常规中的 比如像丽娜呀 像DP这种就是有一个波 可以这个波兵加波人的这种英雄的时候 他的这个血量并没有那么像边路那么好控制 看看这场比赛上路小树桐的这个潮汐现在是7个正我对方的熊战目前是7-2 下路DDC的这个拉比克被对方追一波 不过手里边有一个绝 倒不用很慌 不过你这个被耗掉这么多血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上路 潮汐 潮汐这边要死了 在追上来一个被动 杀王一个穿刺 成功的抢到了这个人头 看看这场比赛现在2-0的一个开局 老肥羊目前还是没有对这个对线有更改对线的一个想法 VP这场比赛还是保持着自己前期一个线上的优势 老肥羊这场比赛的一个换线呢 其实算是比较成功 到现在为止这个潮汐被对方击杀两次的话 这个结果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水蛇现在的发育情况虽然不算是无解肥 但是也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内 正反补的这个数量值也是比较高 尤其是反补 他现在反补很高 正补虽然没有那么高 但是反补高也就意味着他的等级会升的比较快 小树童在上路呢 随着等级的提升 自己潮汐还像 海洋外壳这个技能的等级的提升 他的一个生存能力也会有进一步的提高 看看下路这个莫奈 莫奈这个位置感觉是有点危险 对方杀王过来了 莫奈 哎一个波 nice啊 这一波是先伸手击杀掉了对方的一个9%的黑弦 莫奈这里赶紧是切了一波力量 然后往回撤一下 没有耗掉自己太多的一个血量 对于这个水蛇来说 前期耗掉这点血还是在接受范围以内的 因为他的本身的血的这个基础血量不高 直接把自己的所有的力降都转成敏捷以后 吃一棵树能够回掉的血是非常非常非常可观的 这里吃一个圣坛可以直接把自己的血补满 满血 然后一半多的蓝量回到线上 身上四个魔瓣再加上一个天鹰界 可以很快的把自己的蓝也回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状态 那么这样莫奈在下路呢 应该说已经这个线是站住了 来看一下现在双方已经稳定的一个对线 这里征路的莫奈 征路这个诺案好像是有些想法对这个诺案 对方在这个地方并没有保护眼 对方的眼差的比较凶 是在这个位置有一个眼 那么但是土猫过来以后看到对方术士以后呢 也是放弃了这一波击杀 主要是击杀太困难 现在击杀对方中路的这个虚空 经济方面目前虚空和熊战两个人是排在第一和第二 对方的这个自己方啊 这个老肥羊几方的这两个大哥呢 排在第三第四 这里看看还有没有足够够多的输出 水人拨过来再一个平 漂亮 徐空的一个大招照住三个人 但是每个人摸了两下 感觉摸谁都不是特别的舒爽 这个感觉好像白摸了 这里术士摇一个一级的巨变 一级的巨变减速的这个效率比较低 叠加的速度比较慢 杀王这给上一个穿刺 一脚石头踢过来以后 举一下往回 然后砸冤 再加上一个土猫的滚 上来反杀料的一个杀王 No one No one这个虚空的被动冤 给的时机还是非常的稳 看一下阿福吃了一发先灵火 还在跑 再回头一下把对方杀王的这个幻象打掉 那么这一波没有死人 一群空血 老肥杨这帮人手感是真的好啊 这是真的好 三别二的一个人都是说 DP在征落开启大招 对对方的这个熊战进行一波消耗 顺便去磨一磨对方的这个征落一塔 大招的持续时间已经快结束了 拉米奇斯现在熊战的经济是 由于这一波换路耽误的一些时间呢 也是让自己的经济落到了第三 但水热在下落 刚才的这波跟对方的勾心斗角 自己其实等于没怎么掉血 对方把所有的输出都是集中在了 这个土猫和拉比克身上 这两个酱油吃了一波伤害以后 谁都没死 水热在这个地方是打出来了很高的输出 身上已经买出了一个回六 然后再加上天鹰界 这样的话回血回蓝全部都已经 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续航 DP又是一个吸血 No1这波又是被耗掉不少血量 看一下 但是中路想要去击杀对方 这个虚空难度还是略大了一点 双方的三号位 经济现在基本也处在一个持平的状态 莫奈的水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自己一个比较正常发育的节奏 所以买上一双鞋 并没有去过于去摊自己的这个 这个举的话 土猫滚过来的时间有距离有点稍远 其实前期在击杀对方熊战这个事情上的话 控制的时间一定要足够长才可以 在对方熊战没有大招之前 对方说是这波支援过来以后加一口血 这个熊战还是可以在下路战线 战的比较稳的 但是由于现在水人的等级比较高 已经达到了六级 三级的这个波浪形态的伤害还是很可观的 而且关键的在于水人的 他的波浪形态跟其他人的这种 单纯的伤害技能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在于他的波浪形态之前一般会有一到三下普攻 波浪形态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下普攻 结束以后由于战位的问题 还能再打出来一到三下普攻 所以他的一个波浪形态的实际伤害 你最少最少最少要在额外计算 他四次平A的伤害 这个伤害加起来就相当的可观了 这一波DTC是自己开雾 DP这个雾 怎么DP的雾没开上吗 从DTC线身上这个雾的时间来看的话 应该是跟对手一块开的 对方这儿是有一颗保护眼 这个位置他差了一个保护眼 你看DP这场比赛他们这个眼位 前期在拿到对方的一血以后也是比较拼 上路是做了两颗进攻眼 这里DP开大 对方现在四个人来到战场 VP又开始进行自己的快速支援 看一下这里可以给上吸血 水人的输出直接打出来 先把沙王秒掉 举一手对方的雄战 雄战这个位置虚空一个大招照一下 掩护雄战撤退 雄战这个也是依靠术士回血 暗炎术把自己的血稍微奶回来一些 但是潮汐赶到战场的话 这个下路一塔感觉是要给了 这场比赛老飞昂在前期兑现的这段时间里面 还是比VP这场比赛要更成功一些 至少现在对方在数十到六之前 VP还没有找到太好的机会 其实在下路 刚才有一波击杀对方沙王和这个拉比克的那一波 应该说VP当时很有希望把这两个人给杀掉 但是确实得益于老飞昂最近这个 近乎核爆的这个状态 已经不是爆炸的状态 真的是核爆的状态 两个空血都没死 那把对方秀了个爽 感谢饕铁巨兽赠送的冠军盾 看看老飞昂这一波争落爆团来争推 对方的术士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到六 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这个术士 这个眼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这个术士的话 如果能看到术士知道术士没有到六 那么这一波争团是可以放心推的 对方现在虚空的大招在上一波下路已经放过了 那么这样的话虚空没有大 术士是因为等级不够没有大 对方的沙王也是等级不够没有大 所以现在等于对方三个核心团战的技能 包括这个黑咸 黑咸倒是倒有等级 但是他没加大 九级看看要不要加一个大招 九级应该差不多了吧 九级还不加大招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这里踢回来一个术士 拉回沉默 给上一口巨浪剪甲 这里土猫赶紧往回撤 举起来以后一波集火直接带走 包子的大招还有五秒钟的CD 这一波可以撤退了其实 可以撤退了 因为自己的这个队友的状态有点差 阿福的这个 阿福这个血量 在这儿是不是有点太拼了 对方的熊战装备是选择先出一个相位 然后直接奔疯脸去出 DPJ选择是开打来推对方上路的一塔 九级的黑弦现在加点呢 也是选择加了 这是加了二级的 加了三级奔腾 还是二级真空啊 拉米西斯这里过来挠一波 但是没有人去配合他给控制 虚空大招照住一大群 DP没有被照住 但是DP这波感觉自己要死 术士大招砸中 看一下有没有反打的机会 好像是没有 前期这个时候还是比较依赖DP的这个输出的 这波水人直接波浪形态开溜 小树童这波是要去吸引一下对方的火力 把对方尽量的拉远自己水人逃生的一个路线 那么这一波团战对方打的还是相当漂亮 打成了一波零换三 拉米西斯顺道在自己的这个封脸做出来以后呢 过来打一波肉山盾 开超强力量 三级被动 满级超强力量 加上一个封脸相位鞋 加上穷鬼盾 这个打肉山还是没什么问题 诶 这叫石头 看一下 Leo的沙王被带走以后 这个时候熊战已经是拿到了盾 熊战已经拿到盾 DP这个风杖 这个风杖 这个风杖 这里过来一个风群 直接带走了9% 杀了黑钱 上一波这个 死亡先知在推上网一塔的时候 因为手里好像当时没有风杖 没有风杖 其实他已经钱已经够了 但是没拿到手 也是导致自己跟队友被分开以后 没有一个保命装备 上一波团战 很负责任的说 如果DP当时有风杖的话 上一波团战 VP就崩了 那么这波打完了以后 虽然对方熊战士拿到了一个肉山盾 也杀掉了肉山 但是现在老肥羊的一个经济 和人头都是处在领先的一个情况 经验方面 现在VP是反超了2000多 经验的反超 这个是源于之前一波团战 那波零换三 再加上一波肉山盾 这个经验就被超了比较多了 看看使人的装备 低调装备还是选择去出一个林肯 这场比赛 林肯这个道具 林肯这个道具 这场比赛 对于对方的一个阵容来说 有点用吧 不能说没用 但是收益不是特别的高 应该说 看看老肥羊的这波开悟绕后 看见拉米西斯这几个熊战 要交盾了 一小时到 提约再拉回一个沉默 滚一下减速 举起来以后 这里树式摇了一个大巨变 但是这个熊战的盾还是要交 该走了呀 这不走吗 这个风杖留一手 对方熊战落地以后 看看树式这个巨变 这里再撞过来 这个时候可以反打了 拉米西斯其实已经 看看虚空过来以后 大招c的已经撞好 找机会再放大 对方这个拉比克偷到了一个大潮汐 接大招 漂亮了 老肥羊这波团战 虚空为什么刚才一直在这个地方愣着 不往这个位置甩大呢 还是想要去等自己的队友有一个反击的机会再去甩大 他甩大的话 这波队友如果 如果说树式刚才这个地方大 树式的大招cd我没有看到 刚才那波团战我没有看到 我怀疑是树式没有大 如果有的话 那个位置当时树式一直在摇俱变 虚空过来的位置给上放一个大的话 这个树式大招肯定是能连上的 我怀疑是没有大 这样人多数来到一个8比5 老肥羊现在在人多数上面现在是落后了三个 那么经济方面老肥羊是领先了1000 VP落后三个人头 这个对于VP来说这个节奏就不好打了 前期VP一直都是需要去建立线上的一个优势 然后在中期节奏的时候呢 依靠自己快速的一个支援 以及比较积极的一个干客和比较好的一个视野 来拿到一个场面上的优势 依靠这个优势不断的去找你开团 然后不断的依靠开团推打 去确立自己团队的一个竞技优势 这个是VP的一个基本思路 但是这场比赛就是所有VP的劣势局 你看VP现在就是已经很烈了 所有的眼都是插在自己家里面 然后疯狂的去做真眼 这个就是VP自己劣势局最标准的一个表现 不过这场比赛不得不说 就拉米西斯这个熊战是真能耍 其实劣势局的熊战 哎呀这个大招给到了一个幻象 我的天 VP这波真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这真的眼泪都要流出来 这个大招没了 原本场面上应该是没有那么大的劣势的 但是No One的这一个大招大幻象 就是让场面上这个劣势就有点大了 现在等于老肥央所有的人 那个大招CD差不多都要赚好了 那组团抱团过来推一波你的中塔 虚空的这个大招在二级的时候CD也有125秒这么长 直接过来推的话 只依靠术式的这个大招和杀王的大招 以及这个拉墙 是不一定能carry的局面的 不过老肥央这个时候好像是进入到了一个让水人去发育的阶段 这场比赛他们觉得由于水人现在身上的这个经济啊 泡沫比较严重 林肯这个道具并不能给水人提供一个真实有效的这个输出能力的提升 只能去提升一个生存能力 DP的风胀也是只提供一个生存能力 潮汐的这个经济虽然非常好 但他的经济也是提供生存能力 也就是说他们整体都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这个装备 是能够提供自己的输出能力的 我估计可能老肥央应该是忌惮这一点 现在没有组团去推塔 还是要让水人全保证自己的一个发育 利用现在场面上的优势增加自己的一个资源控制范围 让水人先安心的把自己的虚拟刀做出来 然后尽可能让水人在身上带着TP的情况下 去打这种反杠克 来快速提升自己的一个等级和资源 以及做出虚拟刀 我估计如果做出虚拟刀就可以考虑去主动进攻了 DP这波开大 把下路的兵线带过来以后呢 一个塔一个塔的拔 你看老肥央这只不是VP啊 是老肥央 你看老肥央这个队伍现在是打得多有耐心 这只队伍 就是有了优势以后我也不浪 拿着优势慢慢打 这个时候看到对方这个熊战 这熊战被提晕 水人过来打一套爆发 熊战这个输出有点略高 莫奈这里也是稳健的 开始开启了自己的转属性 带走了拉米西斯的熊战 这样人都出来到一个9比5 手握VP实杀的我现在一点都不慌 因为如果老肥央这场比赛 打VP能打出一个10杀来的话 不得不说老肥央这场比赛 在前期战的优势 就会让VP有一种错觉了 对线没有优势 是VP这只队伍的死穴 这是一个他们的死穴 另外一个死穴就是伤高 虎猫这里居然是还抢了一个对方的神符 这个沙王看到滚一下 有一个巨变这里一脚直接 哎这个被对方的真空拉回来了 漂亮VP这一波操作量了 黑咸的这个真空过来的时机掌握得非常的好 而且他这场比赛这个黑咸也是比较丧心病狂的 很早开始补真空的等级 甚至十级还是九级的这个 反正九级黑咸是没有大的 他十级都是加没加大招 我没看见 而九级他肯定是没有的 这个真空拉土猫还是拉的非常溜的 看看有没有反应 好像没有反应 完全没有反应 水人现在身上已经是有了一个滤杖 经济方面二十分钟四十秒是达到了一万 这波兵收完是直接达到一万 熊战的经济其实一直保持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到现在为止他的经济只落后 水人一千出头 这个经济差是可以接受的 作为一个几乎没有清兵清线能力的英雄 熊战这个英雄 他的震撼大地就是一个拍地板技能 虽然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AOE加上减速技能 他也可以用来清线 但是熊战真是没拦 十四级的熊战四百六十点拦 一个拍地板虽然只耗七十五 但是他真是拍不了几下 土猫这里一脚石头 拉回来一个沉默 自己也是根本就不往上走 绝对不冒没有必要的险 这里看见对方的沙王 没看到 还是没有看到 这个眼的视野 没有这个地方的视野 被树挡住了 诺万的经济这样比赛到现在为止保持的其实也还是说得过去啊 七线六作为一个对中的就是中路的一个虚空 而且对线七对的是对方的一个DT 一个远程英雄都很难占到优势的英雄 他作为一个近战型的中单能够把自己的经济没有可以说没有崩盘到现在为止 没有完全崩盘 已经做出来自己的封脸加上散尸 这会VP过来打第二个盾 这个第二个盾好像出的时间有点早呀 这个肉山盾好像刷新的时间比较短 看看土猫 水人的一个幻象 水人的一个幻象 这土猫进来以后看见对方在打肉山盾 而且肉山的血不多了 摸在自己一个人往前顶 有林肯 虚空一个大招断后排 被潮汐跳到凶了 只捶死一个拉比克 正面战场 这里天灰居然打掉了肉山 但是水人抢到了盾 DP开启大招以后 黑这个地方沙王大跳穿三连接数十大招 伤害打得非常的足 就是没有打死人 除了没有打死人 这一波技能衔接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虚空是捶死一个拉比克以后 又捶死了一个在大招边缘的土猫 但是潮汐跟水人两个人冲进去以后 击杀掉了熊战 抢到了肉山盾 这波还是非常溜的 熊战是用自己最后 一点点输出干掉了肉山 跟肉山实现了一个同归于尽 但是这个盾还是被孟戴给拿到了 这波打完以后 水人的经济是来到了将近1万2 DP的经济是1万 超过了对方熊战 这样熊战就僵硬了 看一下奶酪抢没抢到吧 奶酪好像也没抢到 奶酪是在DP身上 水人带盾 DP带奶 水人估计进去以后拍了拍熊战的肩膀 是吧 得拨过来 一个变体攻击直接带走 水人刚才估计冲进了这个肉山里边以后 拍一拍熊战的肩膀 是吧 双手抱拳 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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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老肥昂的人头数来到了一个11比8 领先对方三个人头1000多的经济 其实你看这个经济上的优势不大 这场比赛真心经济优势不大 拉米西斯这个熊战这场比赛刷的真的 我反正很很久没见拉米西斯这么能刷了 这沙王的一个能走掉吗 被风杖吹起来了 落地沉默给上 没有办法去扑沙子 挑刀用不出来 一波急火直接带走 这波人头是被阿福拿到了手里面 然后虚空是怎么被莫奈单杀了一波 这个虚灵刀第一波单杀我没看见 我没看见 至于怎么死的这个 没有什么特别多可琢磨的 这个肯定明显是被水人虚灵刀 第一波虚灵刀一套直接带走了 垃圾FC游戏主播又露人头 我要不用看弹幕的话 我露人头的这个次数应该会下降99% 我每次露人头几乎都是看弹幕看的 说实话 回弹幕为了跟你们互动啊 我为了跟你们身体的这个互动啊 莫奈拿到这个虚灵刀以后呢 肉山盾的时间还有两分钟 这波上高的难度是有点大 但是拆掉对方这个争路的二塔 和上路二塔的时间是够的 水人这里上来 哎哟我去 这个水人又是上来虚灵刀一套 直接秒掉了solo的术士 这水人现在里虚灵刀一套 伤害确实是秒 这个术士真的是手拿把钻的事 而且问题是术士死了 这个没有术士大高地怎么办 这水人这一波上高地 我先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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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要冷静 我冷静一下 注意站位 只要这哥仨别被全都搭在一起就可以了 虚空也是一直在假装自己要用这个时间漫游 潮汐这里手里边攥着一个跳刀 随时准备秀他一脸 这就是随时准备秀他一脸 我估计现在潮汐就是随时都是把鼠标点在这个跳 哎根本就没中 潮汐跳过来 大招把这个里边的虚空也盯住 这样啊 熊战直接被打死 拉墙加上一个术士大招 给的相当漂亮 但是这个时候 No One已经是放弃了抵抗打出GG 我就喜欢你们老毛的这个痛快的幸福 我跟你讲 这个对于观众来说真的是省事 这个比赛不可能翻盘 自己根本就没有打出自己的节奏 直接GG就完了 这不像有的队伍在这种情况下 非要死守着自己的三路 不破三路不退 破了三路不破基地也不退 我就喜欢你们老毛的这个性格 我跟你讲 虽然你们输了 但是我就是喜欢你们 好了 这样比赛的录制 录制就到这里 咱们直播呢 稍微干一点别的事情 来去填补一下这个比赛休息期的空白 那么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给大家带来双方下一场的比赛 我是藏王大叔 咱们一会儿见